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伦比亚公司这些内容呢 都是代表它左派媒体 我们通常说主流媒体 左派媒体 那我们为什么是这么讲 是因为左派人给了黑力很多钱 在最新的民调中 49%的民主党人支持黑力 那它意味着就是说 他们支持黑力 然后呢 然后等黑力真上来的时候呢 对于民主党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缓冲 就是无论是战胜还是输给他 对民主党都是巨大的好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去探讨这个新闻 那这个新闻是来自于 哥伦比亚公司的 但它探讨的中心呢 都是在美国的政坛 就是各州的州议员 联邦的众议院的议员 联邦的参议员 所以它是从这个角度 去讨论黑力的艰难 就是南卡的共和党人团结起来 支持川普 跟黑力 黑力呢 黑力想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是纯粹从政治 里面列出了诸多的比较有名的人物 里面比较典型 它说其实在联邦政府 有一个人叫诺曼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了 诺曼这个人呢 支持黑力 这是所有政府当中 就是议会当中 唯一支持黑力的 但他很逗 他说支持黑力的时候呢 他说是去年 一年前给川普打个电话 跟川普说 如果黑力竞选 我支持黑力 但是呢 川普我跟你说 我对你太好了 我觉你太好了 但是呢 我还是支持黑力 这么个家伙 所以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如果这么干的话 就说不上来了 对不对 那黑力就 你拿黑力开玩笑 然后他跟川普说 为什么我支持黑力 还给你打电话 我不想让你误会 因为我很尊重你 他说在当时的川普认为呢 黑力根本什么机会都没有 川普现在也认为什么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个人这么干呢 咱就不知道他什么想法了 说句心理话 和中间背景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他就通篇引用了很多这个人的内容 然后下面包括了这个格林厄姆 这是参议院的议员 那是川普的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参议员 因为每周有两个参议员 那众议院的议员呢 只有那一个诺骂 剩下全导向川普 公开的 那在州议会当中 大概有60多个人去支持川普 支持黑力大概只有12个人 州长是支持川普 所以这是在整个 在这个南卡的状况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刚才介绍 但为什么还去讲它 原因就是 黑力在南卡是输不起的 说不起 他黑力为什么要坚持去做 原因就是说 他说他在南卡做过两届 做过两届州长 就是很有基础 那南卡的人也支持他 这个东西做州长跟做这个总统 两回事对不对 这是关键所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整个时代背景不同 黑力在做州长的时候 是川普还没有上来做总统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比的关系 你只能讲自己的履历 但不能用自己的履历 去涵盖你后面的一切 涛哥通常的说法就很简单 对不对 说这个姑娘18岁 OK 生孩子那根本就玩似的 说同样一个人81了 你可千万别让他生孩子 你因为 怀不上孕 这是一回事 那到处就全完了 对不对 你要让他生孩子 乱食砸死 肯定的 人家不会说那老太太如何 只能说骂你如何 那道理一样的 对不对 就现在的人我觉得很笨 我觉得很笨 很贪婪 就是很窄 很利益 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听不懂 然后涛哥你老举这例子 那别的例子你听不懂 那反过来读书的人就想不到这个道理 大书剧当中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根本就没有 所以黑利益呢 他就表现出 其实真正的认知能力 对不对 那你现在52岁了 往前推12年 你40岁 你40岁站在别人面前 跟你52岁站在别人面前 特别是一位女士 人家说涛哥你这又涉嫌这个种族歧视 不是 它是一个事实 我跟你讲 就是你不能拿12年前的你 去对比你12年之后的你 这个不成的 对不对 那你弄化妆粉 你都不知道得跟前后比较 你都 牌子你得换 对不对 颜色你得换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礼节 懂得自己化妆干嘛 掩盖自己的弱点 每个人都有弱点 没有 涛哥弱点有的事 对不对 掩盖自己弱点 展现最佳 这东西都是共通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 基本上我们看到 这台节目是昨天晚上八点钟放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一台节目 而哥伦比亚公司呢 是非常反川普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 这个概念 另外一个内容呢 这是political 那是极左极左的 门关上 就是关上竞选大门 要比黑利想象的 更快就给关上了 它里面列举的是数字 就是谁在支持黑利 推定提名人 推定提名人呢 它的这篇文章的引述是来自于 共和党人在星期三的时候 共和党委员会就是叫推定提名人 要给川普订这个 推定提名人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他本来在两党竞选中都有这东西 但是他需要进行到一定时间 他说没有听说过 在两周 爱荷华跟新汉布什就 获胜之后就推定提名人 他说没有过 这个意思就共和党有点太快了 他胡说八道 他挑不离间 川普是唯一的一个 作为一个竞选的人 就是他自身不是总统连任 作为一个竞选的人 创造了美国初选的历史 是他第一人连赢两周 你现在说他不 这报道就瞎拍用 都骗的嘛 所以他实际是攻击川普 但他在攻击川普的过程中 他也承认 他说即使这样的话 那黑利都没戏 他意思就是没戏 那在接下来 即使黑利坚持 在2月24号 这个要在南卡 要干一把 那接下来就是4月5号 4月5号 3月4 对不起 3月5号 超级 他叫超级星期二 15个州吧 进行初选 里面包括全国的两个最大州 一个是德州 一个是加州 那那一天 应该是一千多 一千两百多张 代表人的票 我没算过 不得出现 绝对四分之三的票 甚至是这个 起码二分之一的票 就出来了 那天选完了 基本结果就出来了 那他在代表 他自己观点的时候 在political 就明确讲 那个黑利 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 到南卡你输了 等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超级星期二的时候 你不能看了 就没 你没得看了 他大概讲的意思是这个 那我的看法不是 你在南卡 如果 如果这个 黑利在南卡输了 黑利将永久退出政坛 没有 他没有 没有任何 因为所有人都会 关键的是 所有人都会看到你 过分技巧 那黑利 如果有机会的话 除非是在 政治对手 民主党人去找他 组阁的时候 那倒有可能 否则的话 在共和党内部 就是保守派势力当中 他就再也没有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 就是我刚才说 他表现出来东西的 太机巧 太过分 那如果连这些极左的媒体 主流媒体 都这么认证的话 就是你 你根本就爬不上这坡 然后 你眼前的大门的 关闭的速度 远远超过你黑利的想象 那还不就到位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